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家在大阪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日本看過醫生呢 我們最近就帶了弟弟去看醫生 因為他本身一直有哮喘這個問題 在香港帶來的藥 差不多用完 就要在這裡配 我們大大話話來了差不多一年多 但其實從未看過醫生 這次就是我們第一次在日本看醫生的經歷 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我們移居之前 我們已經有預備弟弟的藥會用完的問題 所以在香港我們是在公立醫院的 就在醫生上申請了弟弟的病歷 方便拿過來給這邊的醫生去看他在香港吃什麼藥 以及他一直看醫生的病歷是怎樣 臨酒醫生都很好地開了差不多一年半的藥給我們 現在就差不多用完了 就需要去配藥 如果有看開我們的朋友仔 都知道我們住得比較偏遠 我自己就覺得這裡這邊的醫生應該都不會懂英文 或者會有個翻譯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上網找到哪裏的醫生或者醫院 裡面可能有些懂得說普通話或者英文的護士 就讓我們在南坡那邊近日本橋那裡 就有一間有普通話的翻譯 於是我們就出去南坡這間醫院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們香港就會有分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 但其實來日本這裡就沒有的 我們主要去區分不同人看醫生的情況 就是我們有沒有那張保險卡 如果有那張保險證 看醫生的價錢就是我們就承擔30% 政府就會給餘下70%那間醫院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都是看私家的感覺 接下來的程序都是登記 然後就上去疑科那裡等 等叫名字 進到醫生裡 都有一些搞笑的事情 因為我們本身是12點去到登記 醫生1點才回來 我們就出去吃個快午餐 回到來真的進去看的時候 我就給了一個疊病歷醫生看 看到醫生有少少面有難識的 因為只有中文和英文 然後醫生就跟花椰姐姐說 你有這麼大疊病歷 為什麼不放下給她看 可能她要翻譯一下 就是這樣 但也不要緊 因為她 其實她都認識的 可能她看到這麼大疊 要看完 她就有點擔心 因為你知道日本人做事很認真 你給病歷看 她可能覺得她要看完 才可以對證到下藥 或者去了解我兒子的情況多些 所以那一刻她就說 應該就要放下給她 提了先 再見我們 就好像有些準備 不過她看到 因為我們有帶藥去給她看 就是這兩支 但原來這裡的藥 我們其實都知道會有些不同 醫生都很好問我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種藥 那我就說 不是 你有你的決定 你們用你們的配方都可以 其實醫生都很細心 可能兒科她會看得多些 因為我兒子本身有濕疹 她的肚腩位 手肘位 那些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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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些疤痕 那樣 那醫生就馬上問 哇 你這麼厲害 立刻問她行不行 然後最後還打開藥膏 其實我們都說不用 她就好起來了 但她都打開藥膏給我們 都很細心 然後去檢查的時候 護士還說 好慘 又有烤喘 又濕疹 都很好 之後呢 再出去等 就要去第二處 量高磅重 還有做一些測試 但是呢 我就要去到 那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 已經差不多去到兩點 那我就 有事要做 那就要媽媽陪她們繼續看 那之後做測試的過程 就等媽媽跟你們說 好了 那小弟做檢查的時候 那 那 翻譯姐姐 有叫我 陪小弟一起進去做 兩個 呼氣的測試 那 因為呢 她說醫生想知道 她究竟的 情況去到哪 因為她看病歷 都不能夠 完全理解到 那 她們都想知道 那她進去 她有個類似 護士 那樣的人物 那她就要 小弟吸大口氣 然後 呼 那 就要呼氣 那她有個 螢幕呢 會看到她的指數 怎樣 那我看 我沒有記錯呢 第一個是看她的血含氧量 唉 你又要入鏡又要動 然後 第二個呢 就是 吸氣 普通呼氣 那她要她呼氣 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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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氣到她拿到數據 那 那 小弟因為情況不太好 就是 敲穿指數比較高 那她呢 是第一下 是呼氣不到的 那 試了好像都 整 四次 試了頭兩次 那都不行 那 長度都不夠長 達不到她的標準 出不到這些數據 那 那姑娘呢 很好啊 不停叫她 加油啊 加油啊 你做到的 然後頭兩次不行 那姑娘就說 好了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然後再做 那她就做了第四次 OK了 那很快 那一天是在同一間房裏做的 那做完呢 那我們就出來等一會 那 那 回憶姐姐就說 OK了 拿了那些數據 然後就可以上去見醫生 其實我們見完醫生之後 然後呢 我們還有見過藥劑師的 他有講解一次 還有 那些藥是怎樣吃的 那樣又說一次給我們聽 對了 就是這樣 那做完所有測試之後呢 就 聽醫生說了幾句 那她都說其實她都算很嚴重 因為 其實香港那時候都知道了 那醫生最後就開了 兩種吸入式的藥 另外還有三種是口服的 還有剛剛說過的那個濕疹膏 口服的藥都是指喘的藥 那些藥 那其實呢 另外這裏呢 就是這條片的重點 就是價錢 因為呢 其實我來到日本做住民登記 其實當時在廁所呢 就已經幫我登記了那個叫做小朋友的醫療症 那有那個症呢 就其實看醫生500元的 500日圓 那便便宜很多的 但是呢 因為她只是一張紙來的 我就不知道 塞了在哪裏 可能自己丟了都不知道 當時呢 就只是帶了保險證給他 他就說 一定要有那張紙 才可以便宜給我的 那我就沒有辦法 用了保險證先 那看醫生呢 他就收了2400日圓 那些藥費呢 就是3500多 那大家都見到 是幾多藥的 因為他是給了一個月的份量 我兒子的 那其實這個價錢都已經很便宜了 那最後呢 那我就看醫生的另一天 就申請了那張醫療症 那就是這樣的 那有他的資料啊 地址啊 在上面 那這裏就是了 小朋友的醫療症 那一拿回去便可以退錢 診金就是500日圓 那我去退藥錢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沒有遇到 是退這麼多的 那去 去藥房退藥錢 那是退了全數給我的 這個是 哇 我真的想不到原來 這裏對小朋友的醫療 是 的支援是這麼大的 你就算去看牙醫啊 眼科啊 就是做些check up啊 總之有這張這樣的 醫療症呢 就500日圓而已 約錢就不用了 這樣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準備來移居啊 或者已經在 不過已經在 應該都會有 是我這麼大頭蝦扔了 嘩 即準備來的 記得小朋友 有多一張紙要申請醫療症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帶小朋友去看醫療症的情況 就是這樣咯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有什麼意見或者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